全球化的钟声响起 西方文化随着船只登台 日日时期的现代化 战后的美军驻台带来了各种新铁的玩意儿 当时的台湾人开得嘖嘖撑起 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车 都是崭新而且强大的工具 西方文明因此被当作进步的象征 此时拥有西方一名宝座的咖啡来到台湾 对众人说了一句话 想要品尝进步的滋味吗 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 来喝吧 我把所有的咖啡都带来这了 于是人们屈之若鹜 抛弃茶骸 进入大咖啡时代 不对不是啊 面对时代潮流的咖啡 它陷入危机 究竟于西洋咖啡厅的这一站 传统茶馆该如何应对呢 就让侦察事务所 带你探究茶馆背后的秘密故事吧 来啦啦咖啡从西方慢慢地滚过来啦 日日时期在面临咖啡的清晰 茶馆就这么被咖啡馆给 呃没有取代 嗯 奇怪没有取代 那前面怎么讲得那么危急呢 因为虽然茶馆好端端的在那儿是没错 但当时许多名为茶馆的茶馆里面 卖的不是茶而是咖啡 西洋轩就是个代表 它是台湾第一家欧风咖啡茶馆 没想到马上就有内奸啦 赶快来看看隔壁家有没有卖茶 有啦有啦 吃茶店 打开来看看 结果还是买咖啡 诶那当时的咖啡店是在干嘛的呢 原来里面是来卖酒啊 讲了那么多除了露天在公园 其楼庙口泡泡茶以外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喝茶店呢 嗯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给你喝茶的茶店也分两种 分别是传统茶馆和风月茶坊 一般传统的茶馆就是正经地在喝茶的地方 但风月茶坊则是俗称的摸摸茶 里面会有人跟你摸来摸去的那种 在前有咖啡后有摸摸茶的情况下 传统茶馆的生存受到压迫 民国以后更因为摸摸茶的盛行 茶室完全沦落为色情的代名词 传统茶馆时不时就会被误会成摸摸茶 而摸摸茶还乱乱摸摸到大白鲨 这个大白鲨就是用力扫黄的警察们 政府机关界摸摸茶如此树大招风非常深切 1974年内政部直接规定 可以坐下来工人喝茶的空间统统不准胜利 要喝茶回家自己泡 企图打击摸摸茶 但这也害真的茶馆躺着也中枪 阵囊经验错了吗 我们喝茶错了吗 这命令差点成为压垮茶叶的最后一根骆驼啊 茶馆命悬一现 但还好乱世出英雄 就在此时林富全出现啦 林富全先生主编茶讯 宣扬生活与茶艺的关系 接近年代还率领台茶宣传小组 努力宣传扩大内需茶叶市场 他的贡献让茶饮文化杀出一条喜路 各路好汉纷纷相停 每隔多久第一家专门推广茶艺的 陆宇茶艺中心开幕啦 他们开设茶艺讲座 出版茶艺月刊 除此之外还改良茶具泡茶的方法 发扬功夫茶 台湾茶技术茶具的等级 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level up up by the way 由于台湾乌龙茶香气迷人 台湾人也就发展出独特的双杯品名法 先度过长长的杯声 凝聚茶香文艺波 再换到开口大的矮杯 让茶汤降温 还可以欣赏茶汤 两者的绝妙搭配 完美衬托了乌龙茶呢 接着在政府法令放宽后 80年代迎来的茶艺馆的爆炸期 茶馆百花期放 营造出各种风格独特的饮茶环境 像是紫藤炉 秉持豆家自然无为的精神 改建日式观色使用纸灯 竹帘等蔬菜结合庭院原有景色 形成了自在随意优雅而宁静的空间 也因为建筑本身见证台湾早期 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 展现出一般茶馆难以复制的历史高度啊 除了紫藤炉外 清香灾结合书院的形式 用细致的体验推广台湾的功夫茶 逐步建构出属于台湾乌龙茶的 独特品茶美学 茶文化的发展不仅深得了知识与技术 营造了品茶环境 还进一步往精神层面升华 开始跨界和音乐绘画等艺术结合 让茶艺的内涵大大提升 不过走向精致花的后果 就是茶叶和茶具的价格开始poo go go 这样追求喝茶形式上的煤 好像也有点过头 往另一边看 也有茶馆将技能点向大众化 轴上了不同的道路 泡沫红茶的发明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 接着进化成珍珠奶茶一泡而红 搭配崭新的蜂魔技术 泡沫红茶店和手摇茶店 就这样一步步夯了起来 夯的年轻人路过就买买买 不过这种过于简便化约的饮茶 减少了人与茶的互动 比起茶艺空间 精神层面也少了一些 说到这边 大家也略微知道茶馆的二三室啦 茶在台湾一路走来也是跌跌撞撞 茶艺馆、茶人们自立自强 常在茶文化有了更深的造诣 而流行的茶饮也为茶叶带来 数量上的销售与推广 但看似丰富多元的茶文化 仔细一看也是危机四伏 当年遍布全台的茶艺馆一间间收掉 因为一般大众根本无法负担 茶艺馆的茶席消费啊 究竟如何在公共空间中 打造珠汉今天每条大街小巷的咖啡馆一番 普遍的而且大众的茶空间 让更多人能喝上一杯回归自然的好茶 或许就是茶文化的下一个重要课题了呢 好的 说了那么多茶也泡好了 收集最后一门档案布 有空再回来做做 一起喝喝茶吧